政治人物出來面對 歡迎收看今天誰來配 我是鍾佩君 今天特別來賓 我們請到國民黨副主席 聖文 歡迎聖文哥 是 佩君好 各位觀眾朋友跟聽眾朋友大家好 聖文哥最近這個民生問題 我相信你應該也很有感觸 因為你家裡這個也有很多小孩 進口雞蛋黑幕重重 那這個當然裡面的細節大家都知道 從一開始的時候 資本額50萬設置在民宅的超司 神奇的變成這個配合農業部 補助進口雞蛋的這個超級雞蛋大亨 那接下來呢 這樣家長很擔心的就是這個進口蛋 又混成國產蛋流入市場 然後最後這個習錯 習選場錯標 笑其不明 然後就銷毀了 但是讓這個很多我們藍營支持者 不能接受 就是說這明明是民進黨執政之下的一本爛帳 可是最後卻因為這個其中 林北好遊這個恐嚇案 自己造假被牽連 那現在民進黨就操作說 這個黨功 他其實是直通國民黨高層 您就是國民黨高層 你這件事情的了解 我應該是國民黨志工 平常講我個人是不認識這位 說我們的黨功 那我也要特別澄清一下 他也沒有 就我了解 這位先生也沒有在管這個 這個中共國民黨主席的這個臉書或者是社群媒體 因為朱主席他所有的社群媒體的這些 不管是發布啦照片 是他辦公室的那幾個年輕人 你可能都看過 包括我們發言人那個楊什麼楊志書 應該他們這幾位年輕人在幫他做 那就我了解這位國民黨的黨工 當然他的工作主要是收集語情 就包括在網路上搜尋一些訊息 比如說看一下網路上的留言啊 然後媒體的一些報導 還有一些這種國內外的這種資訊 所以他並不是負責直接負責 朱主席的這個社群媒體的操作 他沒有這一塊他是沒用的 那當然這個其實就轉移焦點嘛 我想這幾年因為我們常常去這個 跟一些這種公益團體合作 那當然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在所謂偏鄉的兒童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我們覺得比較值得大家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我在想台灣台北市的台北人可能很難想像 在這個比較偏遠地區的一些 一些小朋友就是我們講經濟上弱勢的小朋友 或經濟上弱勢的民眾 這雞蛋一顆雞蛋可能是他一天唯一的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這個雞蛋我的小朋友很喜歡吃雞蛋 很多人都喜歡吃雞蛋 我爸爸媽媽也喜歡吃雞蛋 那對於這種經濟上弱勢的人 可能一天就這麼一顆或兩顆的雞蛋 是他蛋白質的來源 然後這麼一個對於大家來講 每一個人都介紹不管是對有錢沒有錢來講 都很重要的事情 他民意黨還可以賺錢 所以你發現台灣缺什麼民意黨就賺什麼錢 缺疫苗賺疫苗錢 缺快灘賺快灘錢 缺口罩賺口罩的錢 他這typical就是發國難財 那你現在把它轉移焦點說這個黨公幹什麼 那這個黨公講明了就告訴你說 他沒有在負責租主席 那我自己的臉書都有自己在寫 我根本沒在靠人家在管 那其他的也是一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上來講 他是轉移焦點 今年的台北市是採購70萬劑的 73萬劑的流感疫苗 但是中央分配不由分說 分配到高端是將近7萬劑 那市長當然在台北市議會的要求之下 就責稱說這個高端是不盡校園的 但是衛福部長薛惟人就說 我尊重你地方分配疫苗的權利 但是我不希望你扣住某一種 這個廠牌疫苗 拜託這個等於是地方政府被迫去買單高端 但是市民不願意打 所以現在市政府可能還要另外花錢去加購 另外三廠品牌的疫苗 進來符合市民朋友的需求 這是不是中央用的小地方麻煩 你是議員 這個東西真的你們要辛苦一點 我講實話 因為我講真的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當初這個 在COVID的時候 如果不是因為 這個民進黨政府 逼了大家一定要去打高端 現在也不會這麼多人聽到高端就嚇到 那你高端作為一家疫苗廠商 他如果老老實實 我們講說扎實的 然後這個 很事實上就是說 按照常規的這樣子來做 也許他現在大家不會這樣子緊張 因為我就很少聽到 同樣是國產的疫苗 我沒有聽說人家罵國光 人家國光就是老老實實的 按部就班的行動 那大家也都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爭議 但是宋哥 我們現在這個狀況是讓很多籃炎智者 這個垂心肝就是 好我們剛剛一路已經談了這個雞蛋的事情 然後談了美豬洗產地 然後還有這個疫苗讓大家沒有信心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賴心得的民調一路一直領先在黨的候選人 你覺得他的這個金鐘照到底是什麼 我跟你講這個社會上不會每一個人都跟我們一樣 也不可能期待每一個人都是正常人 每一個人都是聰明人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仔細看這個賴心得的這個民調 他基本上很穩固 你在看所有的表態 所有這種我們講民調當中的表態 民進黨支持者幾乎表態率到九成多 所以我老實講我要是民進黨我才擔心 我支持者表態率都已經九成多了 只是他沒有百分之百了 然後我的支持度就三成多 但我相信投票投出來還會更多一點 所以當你的這個民調的表態率這麼高 所有的民進黨支持者全部歸對之後 你最高的搞不好就四成 那平常民調出來可能三成五 那表示說他其實 他那個金得很簡單 他就靠他自己基本盤就想贏這個選舉 我說實在話 可是國民黨比較吃虧一點就是說 你每次看這個表態率 我們國民黨自己的支持者都只有六成多七成 表示我們還有三成多四成是沒有回來的 那這三成多四成 有些人就是可能跑去郭董事長那邊 有些人可能就是基於我們不是那麼了解的原因 可能決定跑去科那邊 那有些人可能不表態 因為當你這個民調沒有領先的時候 很多人就不表態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的支持者目前為止 回流的這個速度還不夠 不過我倒沒有那麼覺得悲觀的緣故 是因為國民黨本來就比較慢熱 我們支持者意見有很多 這個不好那個不對 那當然所以初主席講過 這個會閒的人才叫買家 真正的買家才會去閒東西 閒東西閒西 那講時代話 你說選戰真正開始到了最後的一個月 或兩個一個月應該通常是30天的 支持者可能慢慢才開始要回歸了 因為這個氣氛氛圍 一旦這種對決氛圍高的時候 所以你剛剛講的很對 你說要氣飽不可能的事情 像你現在我老實講 我覺得侯市長他的民調基本的20幾% 就是我們的基本盤 就打死也不會跑像我這種人 打死不會跑的人 我沒有說你喔 我只有說我像這種人 開玩笑開玩笑 我這樣是跟你一樣的好不好 我故意在鬧你 就是像我這樣打死不會跑 我們全家就是投下去的那種人 20幾%就是像我們這種基本盤 那種基本盤你要說氣飽 那機會更低了啦 我跟你講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怎麼樣的 能夠讓我們的這些 暫時離開的這些 30 40%的我們的國民黨知識者 能夠回流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在未來三個月之內 10月11 12 對啊三個多月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也是值得我們這個 浮選團隊想辦法去解決的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我們台北市就是四成一 那老丁出來選的時候 稍微低一點但也是四成多 基本上就是四成到四成一 你投出來票就是這樣子 嗯 那剛開始很多人 不好意思就是講一些這個 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嫌他這個 批評一堆 最後 當然這個最後也不是 你坐在家裡面 就期待大家回頭 也是透過很多人的努力 透過很多人 共同的這樣子的一個 奮鬥的過程 然後去說服 我們的知識者 去說服我們的這些 我們本身的這種 過去的這樣子 傳統的知識量 匯集起來四成一 就這樣子 但你要最後開催 你剛剛講的 現在基本盤沒有完全回歸 確實還有一部分人覺得說 這個民調看起來也沒有很穩定的領先 所以如果要讓他們覺得我們這個 還是有勝算 有贏過的可能 當然不是只靠這個精神喊話 要有點實質的變化 所以藍白河就是這個禮拜 或接下來50天裡面 最重要的一道課題 可是其實時間說長也沒有很長 剩大概50天左右 但是國民黨到現在 還沒有真的跟民眾黨 坐下來實質的談 那學者有人分析說 因為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兩黨 最終還是有自己的區域力 我要拉抬 所以這個要談合作 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最後學者認為說還是這個 綠白藍沙卡都的機率比較大 你覺得這個會是 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辦法跟民眾黨 真的是談的原因嗎 我在想 立法委員的部分 其實國民黨已經 態度非常明確 那我們把一些選區 也讓給了這個 民眾黨的候選人去選 包括三蘆地區 就過個河 到那三重蘆洲一帶 還包括台中市的一個選區 就原台中縣的選區 我們都讓給了這個民眾黨 那現在看起來 在大部分的選區當中 可能新竹市還沒有辦法確定 新竹市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新竹市聽說 柯先生的妹妹自己要跑出來選 但我們也不知道 他是什麼樣的底氣 讓他覺得自己可以當選 那這樣子的一個 我覺得合作的態勢 基本上在立法委員這邊 其實是相當的這個令人 就是有期待 畢竟我想在這個 在野黨在這個 區立委選舉上面 我認為大家都有共識 因為你不管怎麼樣 你的這個 在野黨 如果可以聯合起來過半的話 那事實上對台灣的安全保障 也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更關鍵的是總統候選人 有沒有可能藍白河呢 網路上的網友是怎麼評論 我們請大數據專家 謝國安帶我們了解 好的 佩君 那麼我們今天的來賓呢 是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那剛剛他也呢 跟大家分析了很多 目前的選情 還有國民黨和民眾黨 之間的狀況 來看 網友對藍白河這件事情呢 到底看法是如何 其實真正 不管呢 今天藍跟白誰陣誰附 只要合了就好的 這樣的網友呢 大概只佔12.27% 那這一群網友呢 他們認為說 藍白河其實就是一件事情 趕快把民進黨下架就對了 所以呢 藍白河是唯一勝選的機會 錯過的話呢 你可能得再等4年 所以這一群網友呢 只有12.27% 就是 哎呀 今天不會是柯正咧 還是侯正呢 我們都沒有意見 趕快合比較重要 但是另外有87.73%呢 嚴格來說也不是說 完全都是反對 真正全部 這個認為說 藍白河可能沒什麼效果 可能呢 對兩黨都不好的人 大概只佔三成左右的一個比例 那他們認為說 藍白河其實就是政治分章 那也是假的議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喔 不論今天 國民黨是富的 還是民眾黨是富的 好像都會被消滅掉 這個意思就是說 好像這個誰當富的呢 這個黨就會被吃掉的意思 所以說呢 侯富 國民黨王黨 柯富 民眾黨呢 他就不見了 所以這樣的網友大概 真正比較反對 或是真正存有很大的疑慮的 大概是佔三成左右 那再來呢 就是比較 就是很堅定的挺藍 跟很堅定的挺柯 這樣的網友來看 反對國民黨的呢 認為說 藍白河 泱泱大黨呢 沒什麼骨氣 然後呢 柯文哲說到民調 你們又不敢民調 這樣的網友大概佔兩成五 他們基本上就是反國民黨 所以呢 講出來的話呢 可能在網路上講的 也不會太好聽 但是反對柯文哲的也有 他會說 你柯文哲說好了 你要超越藍綠 你現在怎麼又回去說 要跟藍白河呢 所以這樣的網友 大概佔15.09% 他會說 你白的說要超越藍綠 結果呢 你好像失去你自己的價值觀 你認為說反執政黨 但是你還是呢 乖乖的 為了政治呢 你就支持藍白河 喊要超越藍綠的政黨 最後還要藍白河 感覺起來有點可悲 這是這一批網友的看法 那當然呢 也有堅定的挺柯的 他說柯文哲 你就靠自己就好了 這樣子大概只佔10% 那挺藍的 真正說 非常非常挺藍的鐵藍軍呢 大概在這個部分呢 佔5.66% 他認為說 柯文哲當然可以靠自己選贏 但是呢 千萬不要中計藍白河 不然民眾黨會被泡沫化 那當然這群人呢 也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呢 在藍白河上的討論 跟整個的一個網路上的一個狀況來看呢 大部分的人呢 的爭點只有一個 到底今天是國民黨政 還是民眾黨政 到底是柯文哲當這個政的呢 還是侯友宜當政的 在這個部分呢 網路的討論度可以說是比較高一點 那至於說 誰贈誰負 在兩黨呢 在談之前呢 可能呢 大家還是比較物理看花 也許在未來的50天呢 那在藍白河上面呢 也許會有一些曙光 那當然也許呢 可能就各選各的也不一定 然後把現場呢 還給裴軍 這個當然網友 其實也不是網友啦 我們支持者 甚至我們兩個自己心裡都在想 這個到底藍白河要怎麼合 誰贈誰負 這個是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那民眾黨是拋出說 這個三場辯論之後比民調 但是這個投進辦之前的態度是說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可能會讓藍白河變成零河啦 副主席覺得藍白河會在這關破局 首先這樣子喔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中國國民黨 是絕對有誠意喔 去跟其他在意黨合作 這一點 你看我現在會坐到這裡 其實講這個問題 大概就已經說明了一個態度 就是說 你要想想看 我2014年選舉的時候 你是在採訪 我因為老科 我那一年被霸凌有多慘 對 我剛剛訪問之前是問說 聖哥 你的心過去跨過去了嗎 我講難聽一點 我在2014年選舉的時候 我後來選完之後 我被票選為當年度被霸凌最慘的一個人 就2014年度全台灣被霸凌最慘的是我 那不是只有我還有我家人 我的父母親我的祖先 我的小孩我的太太全部都被霸凌 那是很可怕 那是所有 但是我們事實上 而且事實上那個時候 對我們環境有多惡劣 我們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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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發現有三十幾個IP的address 在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都是在修理我的 都半夜在流 都是在修理我的這些網站 記者去問他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這一幕 記者去問他 誒你們被抓到了三十幾個IP在你們這裡 專門在網軍在攻擊聯社門 結果柯文哲說一句話說 那都是支持者自願的行為 這事情就沒了 這事情就沒了 大家也不追了 就結束了你知道嗎 照理講我應該是最反對的 我應該是看到他 就想貓他兩旋的人 這不叫做陳毅治叫什麼 當然不是只有我一個 國民黨裡面也有很多其他的 包括我們朱主席 包括我們其他的這些同仁們 也認為我們必須要回應 百分之六十的民眾 希望政黨輪替 希望能夠把民進黨趕下轟下台 第二個 我們沒有想要吃掉民眾黨 第一 國民黨沒有錢 併購民眾黨 第二 我們現在也沒有這個意願 平良心講 真的沒有這個意願 我們主要想的是一種就是說 比較類似像韓國日本 或是歐洲的這種政治聯盟的概念 你知道 所以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第一個提出來 跟其他在講成立一個政治聯盟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們不是第一個 世界上已經有很多種 你也從來沒有聽說過其他國家 說 你這個政治聯盟就是為了分招 明明在英國人家這個是常態 在德國在法國就是常態 日本韓國都是常態 到了台灣變政治分招 所以你可以講 講這個說在野黨合作就是政治分招 那一定是綠的 我跟你保證那是綠的 因為他為什麼 他最怕在野黨合作 你在野黨一合作 第一國會就會有可能過半 他已經變成所謂minority 那如果總統候選人大家講好的話 搞不好他連總統都沒有 今天我要是綠的 我一定反傳出來告訴你說我反對 這就是政治分招 他一定要從根本上去抹紅 抹黑你這個政治聯盟的形成 他才有勝算嘛 不是就是這樣嗎 所以國民黨是想要打正規戰 我們是打真的是想打正規戰 跟其他在野黨坐下來好好談 把我們所關心的事情談好 大家形成一個共識之後 然後往前走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的態度 我們第一有誠意 第二我們也打正規戰 我們願意跟其他在野黨 就未來政治上 不管是民眾所關心的事情 或者說最退一萬步來講 選舉到底大家的策略方針是什麼 我們願意這樣子來跟大家開成不共的談 這個我們上來的態度都是這樣子 藍白能不能和 我覺得是對方有沒有感覺心懷鬼胎藏一手 然後另外就是能不能真的帶來更好的台灣 我覺得是民眾要問 所以盛文哥我覺得你算是藍白河裡面 一個很有意義的觀察指標 我問你十年前後 你剛剛說你想貓他兩拳的那些理由 還存在嗎 然後有沒有什麼是你拋下那些事情之後 覺得可以跟他合作的價值 這個周美軍又脫稿了 這表示他記者魂又出來 他記者魂又出來 因為當年他算是證人 他在旁邊看我們被修理得很慘 你知道 我講真的我個人不重要 答案就是我個人不重要 我也只是國民黨的義工 因為他也沒 我今天這種國民黨的負責 他也沒付我薪水 對 他是一個辦公室的倉庫一樣 基本上我們就是義工 那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並不 我們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今天我作為國民黨副主席 我當然支持我自己的候選人 我怎麼可能我做國民黨副主席 我去支持別的黨候選人 講不通的事情 那你要我去支持別的政黨候選人 只有一個可能 大家講好 講好我們就這樣幹 所以我一站強調說 國民黨是真的有意願 跟這個在野黨的這個朋友們 坐下其他在野黨的朋友們 坐下談 談定了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你說你 你未來選舉的那整個架構是怎麼樣 大家說先比民調 比完民調再說 那比完民調之後要幹嘛 當然文壇去巴西 國民黨立委 會聽著你這個 一席民眾黨議員指揮 你把你的這個裝腳 跟你的這個贊助的 全部名單給他 你覺得有可能 這實際上操作很難 換句話講說 我們現在想就是說 是不是大家先坐下來談好 談好到底未來怎麼做 未來怎麼做 我聽侯市長本人講 侯市長說得非常清楚 如果真的願意談 這些事情談個兩三天就搞定了 不是說不可能 而且你不要忘掉 以前侯市長跟柯先生 他兩個雙北合作很密切 我那時候聽過 我那時候聽侯市長講一句話 我覺得還蠻有道理 他說你想想看 疫情期間 雙北市很辛苦 最辛苦應該是新北 然後再來三 你雙北 清北市一旦有人穿 台北市覺得跑不掉 台北市同樣到 台北市有人穿 新北一定穿 因為你看 這樣子一個艱困的時期 這表示說這兩個人在合作上沒有問題 不是說以前沒有合作過 這麼困難的時刻都已經度過了 那你說將來沒有辦法合作 這個我不相信 這個網路上的一些聲量 雖然我覺得裡面有很多民進黨反串 不過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彼此雙方 你民眾黨跟國民黨 在決定要合作之後 還必須要去說服自己的支持者 這是一個過程 你要說服自己 就像我講 我說今天你要我 那張選票上 第一那個選票上 如果沒有國民黨的人 你要投下去 對不起我投不下去 我跟你講實話 但如果上面有 有有有有 國民黨的人 然後有民眾黨的人 那只要大家講好 我們大家都講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彼此的協議 那我們就幹下去 那我們還要去說服我們的支持者 也要接受這樣的一個安排 對不對 我們必須要跟我們支持者 我們支持者當中 也不是很多人很滿意 跟其他在一黨合作 這樣的人你也遇到過 而且不少 這樣的人事實上是不少 那我們怎麼make sure 就是說這個票 我們把我們選票要極大化 我們必須要所有我們支持者 都必須要說服他們 拜託他們回來 一定要投下這張票 不是嗎 這個過程你不要忘掉了 這個過程其實上 會花一點時間 不過現在看起來 區域立委的合作 是比較明朗了 像是這個台中 剛剛您也有講的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台中市長盧秀燕 跟我們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還有民眾黨的立委參選人 蔡壁如 日前就大合體 而且還手牽手一起進場 被視為是藍白合作示範區 我們請憲官 帶我們看一下這個 台中第一選區候選人的聲量變化 佩君 那麼藍白和呢 目前呢 雖然中央等級 總統大選人 目前還在這個 大家這個你來我往當中 但是在地方呢 確實呢 已經有合作的一個狀況 例如呢 台中市第一選區 就是呢 大甲外埔大安 大家大概熟悉 那個鄭南宮 以及這個家清水跟無稽 大概就這附近 那一般呢 都被視為艱困選區 為什麼很艱困呢 因為呢 蔡其昌立法院副院長 新潮流的代表性的人物 那麼在這裡呢 已經連霸多年 好那蔡壁如呢 嚴格來說呢 就是空降 對那 來到這邊來選呢 那當然在起步上來講呢 確實比較辛苦 但是呢 現在因為藍白河的關係呢 蔡壁如呢 有盧秀燕盧市長的加持 那麼盧秀燕盧市長 最近呢 常常跟這個蔡壁如呢 就是一同出席很多場合 而且呢 兩個人還一起喝可樂 那這個短影營呢 那個也 這個受到了網友的 欸這個眼睛一亮 原來你們兩個感情還不錯啦 對那所以呢 蔡壁如來挑戰 蔡其昌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要來看 這個選區其實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也就是說 蔡其昌雖然在這邊 連霸很多屆喔 但是咧 在上一次台中市長選舉的時候呢 蔡其昌對決盧秀燕市長 結果咧 蔡其昌在他自己的本命區這邊 輸了好幾萬票 還不是呢 輸個幾千票 這麼一點點 那盧秀燕當時呢 是台中市的29個行政區 全部都全來打 所以咧 造成了這個看起來 艱困選區的地方呢 好像有那麼一絲絲的 詭絕的氣氛 究竟藍白河會議呢 還是呢 新潮流的大咖呢 可以繼續的連霸 好 來看他們兩個聲量的比較 那一般來說 所以從9月的整個月的聲量來看呢 從盧秀燕開始幫 這個蔡碧如 算是公開場合站台 然後已經這個民視大家 這裡呢 就是藍白河示範區之後呢 兩位的聲量呢 就一路從120幾名 這樣一路糾纏 綠色這一條是蔡其昌 藍色這一條是蔡碧如 到9月底 10月初的這一段時間的時候呢 就已經來到61名跟63名 兩個人的聲量 雖然一路糾纏 但是也是一路的趨勢在往上 那蔡碧如在聲量上呢 當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民調公司 以及網路聲量的調查呢 都顯示出 其實蔡碧如在網路的聲量上呢 確實呢 有因為藍白河的一個關係 那麼所以呢 一路的這個往上 那現在看起來呢 就是跟 在這個空站上呢 跟蔡其昌相比呢 兩個人可以說是伯仲之間 那麼在地方上呢 就要看 盧秀燕盧市長的這個選票呢 當時大勝這個蔡其昌的這個部分呢 能不能呢 轉移到蔡碧如的身上 那麼如果成功轉移到蔡碧如身上的話 那說不定 蔡碧如可以在這個台中市第一選區呢 爆出這個勝選的冷門 那麼把現場還給配聽 這個區立委選舉喔 就我們剛剛討論到的這個 其實在侯敬辦提出的 如果要藍白河SOP裡面 就是三個層次六個方向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個 國會立法權喔 連根你覺得是不是意味著說 立委選舉 然後甚至是未來的國會組成 包括可能政府院長啦 還有各委員會的招委選舉 這些 起碼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合組黨團 這件事情搞不好現在還是先一步而行 呃 我不確定合組黨團這個東西 要這麼去操作 這個很抱歉 我沒辦法現在回答你 因為 呃 我只知道就是說 你從這個 台東這個選區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大家講好 都講好 讓給了民眾黨去選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去做 國民黨有人去登記 不過現在好像一直沒有同意 我就必須強調一點 我們在這個選區 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想選 國民黨是有人想選的 對 但是 我們就是基本上有一個共識說 這個選區我們讓給蔡女士去選 這個當然藍白之前需要一些溝通的橋樑 有人說韓國瑜市長是同事 但我覺得他當潤滑季好像現在看起來比較這個 比較具體 我覺得形容他像潤滑季這樣就是在國民黨之間 或在這個民眾黨 他算是兩邊的好朋友 你怎麼看他現在在這場選戰裡面的角色 那當然如果他能夠來擔任副主席 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我們的如虎添翼 那同時韓市長在特定選民心目當中 他還是具有神格般的地位 他還是能夠號召很多人 那如果他也有辦法來促成在野黨之間的合作 我們當然樂觀其成 然後如果有辦法說服民眾黨 包括柯先生在內坐下來談 我覺得這都是功德無量 這都是好事情我們都樂觀其成 我至少我個人覺得是好事情 韓市長在2020年的這個總統大選前 關鍵的100天左右 這個當時有一個王立強出來指控說 韓國瑜受到北京控制 那這件事情呢經過了漫長的四年調查之後 最後是不了了之 但是四年 所以我們追加號後來根本炸西飯被送走了 被嫌犯了 對但已經為11晚選舉已經說完了 對要選完了 但四年後的今天有一個這個郭喜指控馬雲鈞叛國 所以很容易讓這兩件事情被聯想在一起 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場這個智力測驗 因為你沒有 講真的你沒有一個確實的證據 我看了當然我媒體報導並沒有看那麼仔細 但我看了幾篇報導之後 我總覺得這個應該是馬雲鈞黨人踩路吧 你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的立法院 沒有對國防的事物有所監督嗎 你忘掉以前陳腿扁還說 IDF戰鬥機叫I don't fly嗎 那些片段都有欸 陳腿扁當天怎麼去批評我們國造戰鬥機 怎麼樣去批評這些東西 不好意思 網路上都有 那你有說他叛國嗎 對不對 他說我監督是我的職權 那你說王立強 王立強那基本上就是一個烏龍 大烏龍 他後來被澳洲趕走了 炸西飯騙子 然後在澳洲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反正基本上這個人講話就是烏龍 但是就像你講等到事情澄清了三年後 去年不好意思 選舉早就選完三年 那這種教訓到底台灣人還要多少次像這種烏龍的事件 才能學到說真的不要去亂聽 尤其選前講的這些東西很多都是假的 謝謝新聞哥今天揭曉我們的訪問 感謝大家收看本週今天誰來配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謝謝